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怎样才是有效的隔热 我想有效的隔热 大家都会上网看看吧 可是说真的 网络的影片实在太多了 每一个都说都可以隔热 到底真的还假的 是怎么去判断 是真的还假的 你如果说认真的看了一段 YouTube的影片的话 我想你会觉得 哎呀 每个都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不知道谁讲的对 你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有一点 真理是越辨越明 真金不怕火炼 我想你应该要问 从科学的角度 那你隔热 热跑到哪里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热量不灭效应 是说太阳的热怎么会不见呢 所以它不可能不见 所以它是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有人能够把热量变不见 我想它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 对啊 它打破了热量不灭效应的原理了 我想那不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要讲个理解 讲个理由或说清楚 热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好 我们先讲 我们的热是来自太阳 那太阳有多大 它有地球的33万倍大 真的是大 那太阳有多远 没想象到吗 大家都知道 光速吧 光 跑一秒钟 可以叫地球齐全板 好 用光 一秒钟跑 齐全板这样的距离 这样的速度 这样跑 跑多久了 跑8分19秒 才能跑到重 你看这是非常远 对不对 那但是太阳有多热呢 表面上 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5500度 太阳的表面5500度的热辐射 经过真空 因为大太空是真空嘛 所以它会跑到地球 但是呢地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气层 很厚厚的大气层 然后射入过大气层 到了我们的地的时候 其实还真神 那我们的温度还不会那么热 但是呢 在射到我们的玻璃窗的时候呢 它热量不可能平宫消失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平宫消失 对不对 所以它热量到底去哪里呢 好 那热辐射如果是穿透了玻璃 当然热就会进去了 对吧 那热辐射如果说是被玻璃反射了 好 它的热源就离开了嘛 好 那它热辐射如果也没有去反射 也没有穿透 那就是被玻璃吸收 就这个是我们在说明热量去哪里的 那也就是说呢 热辐射只有三种状况 它的不是穿透了 就是反射了 不然就是吸收了 好 我们讲穿透 穿透的热源就是进去了嘛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没有去隔热嘛 好 那反射 那反射就是说 它刚好看镜子它折着 它就反射走了 这热源就离开了嘛 那我们再讲吸收好了 这三个加起来都是就是一板 可是吸收就是玻璃把它吸收走了 那好像吸收玻璃就吸收走 那热源都在吸玻璃上 对吧 这样听起来好像 反射跟吸收是最好嘛 对不对 反正热量不会进来室内嘛 对 没错 但是如果反射的话 会产生光污染的问题 光污染就是说 其实光的热或者量 它会去污染 就是会污染到我们 我们其实国家有定义 这就是光的污染 那先进国家都有光污染 就是反射率超过多少趴 它就是一个污染 所以他们所以我们也不是这么鼓励 说用这样的一个反射膜 就好像一样一个垃圾一样 你不要了 结果呢 你把热或光去射到人家家里 如果人家射到你家 你愿意接受吗 所以说反射呢 也不是被推荐 每个国家都订定了 叫做光污染法案 就是不想要 譬如说被人家照到 那被人家照到热源 或者照到光 它是可以去 诉求 这个诉讼的 你的玻璃是要拆掉的 你不要再受到我家 这是有法律根据的 这叫光污染法案 好 我们讲 那吸收 看起来 不是反正 那就吸收很好了 那玻璃能够吸收多少热 不可能一直吸热嘛 太阳的热都吸在玻璃 那玻璃不到几百度了 几千度了 对不对 所以玻璃它自然会进入一个热的平衡状态 对 就是 所以不可能散到 这样子一直在散热 所以呢 玻璃的散热方式 其实玻璃本身 就有叫做 吸热的 黑体再辐射的问题 这就是黑体辐射 那黑体辐射呢 就是普朗克的 讲的 普朗克电力 大科学家 所以说 玻璃 如果是吸热 再辐射是84% 就是 玻璃的本身的 再辐射会84% 也就是 其实你看它 去挡到热源 其实它辐射 还会再出来84% 但是玻璃有两面嘛 内一外 所以它各部分呢 都是会向内或向外 所以它向内大概处理起来 就是 还会进来42% 就是叫做再辐射 所以你有的时候感觉 我不是把热源都挡到吗 为什么还会 很热很热 其实那就是 一个再辐射的问题 所以吸热的结果 会在玻璃 的时候 这个吸热后 会产生再辐射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42% 进入的事 所以会热 那所以说 吸热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吧 吸热它会产生再辐射嘛 那说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长这么久 就是希望能够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可见光是可以进来的 然后利用自然的天然采光呢 来照明 那这样我们白天就不用开灯了 因为利用自然光 但是热源 我们有几种热 就是红外线和紫外线 这个不要进来 那这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希望的 就是红外线不进来 然后紫外线不进来 反而这些不进来方式呢 不是吸收这个波场 而是把它反射走了 不是反射可见光哦 是反射红外线和紫外线 那这样的就是叫做 不是吸收的方式 那就是红外线反射膜 这个膜叫做红外线 简称红反膜 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给你们介绍的 说玻璃其实红反膜是更好的 所以你们大概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原理 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讲的这个道理 这样呢 就不会因为吸收产生的黑体辐射问题 造成后面的再辐射 好 我们其实接下来 我们做了一些动画说明 那这块是一个新的玻璃 5mm的新玻璃 我们都知道太阳 它的光波里面 有红外线5% 红外线50% 可见光是5% 那这个光线呢 在照射的时候呢 它是照到它的玻璃上面 好 那如果没有贴的时候 那它就直接穿透 那这就叫做一次辐射 所以我们讲一次辐射 和二次辐射 这个动画的重点 好 那第一次辐射它穿透了 同样因为它是透明的吧 就穿透了 所以它8%就穿透了 就里面就8%进去了 可是呢 因为它吸收量比较小 所以它的吸收量只有84% 所以说在整个算起来 SHG7是84% 可是呢 算到S7值的话 就是说玻璃上面的话 它要再除以0.87 会得到S7值 等到0.97 就是说热辐射 本来是100的 那进来有97%了 这是很简单的说法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玻璃呢 一般的玻璃 我们把它真的是贴模了 就是5mm玻璃贴模了 可是呢 太阳同样是这样子 5%进来 摄入的时候 紫外线它没有穿透 它都把它挡掉 那第二个 可见光 才穿了70% 所以它45% 只剩下32% 可是呢 最重要的红外线 它把它挡掉很多 把它挡掉了9成以上 那这个时候呢 那9成以上 这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膜 就是一般的吸热的膜 它就是会 这叫做第一次的 就是说第一次的热辐射穿透 热辐射穿透 它其实是 算起来是37% 穿透 然后呢 在第二次 因为它吸了太多的热源 所以它后来进来的热源 第二次的辐射进来也很多 所以加起来呢 它就是在我们的 就是50%的SHGC 就是0.5 那其实算起来 应该是0.58%的热辐射的阻挡力 所剩的值 就是外面110%的时候 进来是0.58% 那这就叫做 我们就讲的就是说 这叫做吸收膜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说 热源到哪里去 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叫做红外线反射 这是一块玻璃 我们贴了这样 红外线反射膜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状态 辐射穿透 但是虽然是同样的状态下 可是你看看 红外线的部分呢 它是采取的是 我们就说 你看它把它反射了 所以这个反射的动作呢 让第一次的辐射 进去的数量就比较少 那第二个呢 因为它反射走 它热量不在玻璃上 所以呢 它在玻璃上只有存在3% 所以它进来只有3% 所以它的SC值 SHCC 是0.38 也就是说SC值是0.44 这其实蛮好的 所以我们再做个比较看看 5mm玻璃 一般的我们就是吸热玻璃 一般的红外线玻璃 是这么差别的 你看一次辐射 二次辐射加加起来 你就看到它整个数据 其实差级很大的 注意看 你看它的SC值 就是我们透明玻璃 5mm玻璃的时候呢 S就是说0.87 那如果说我们吸热的玻璃是0.58 可是如果真的是用红外线玻璃 反射的时候呢 它是0.14 就是100进来不到一半 所以这是差异很大 那我们先把SC值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SC值 就是说SC值呢 就这个透明玻璃是0.97 可是一般的 我们就贴膜 就是吸热的透明膜 它是0.58 可是你贴的是红外线反射膜 它是0.44 红外线反射膜 那这个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 这几个item都是这么好的 就是0.40以下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用第二个东西看 就是RHG来看 RHG就是热的总穿透量看 这个方式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知道 你知道你的透明玻璃 5mm玻璃 每米平方 进来的瓦特是多少吗 我这边已经算出来 是657 瓦 每米平方 可是你一般的玻璃呢 就是透明的 但是不是 它是吸热玻璃 它是411 可是如果你是红反膜 甚至可以到292 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处具是差一点很大的 一半以下 都不见 因为它红外线是被反射 不是被吸收 今天我们在讲的就是说 玻璃的热去到哪里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在这个简报 有点深 不过 我们最主要还是讲的 热源不要在玻璃上 它是要它反射中 而不是吸在玻璃上 所以来这样子来 让大家自己更了解 我们的热的原理 那也就是热减少的比例 我们也看到了 也是这样 减少比例是这样子 我们的减少比例就是 我们减少的热的比例呢 是在 这样子再看一下 也是在 可以检查到56%至于看 如果说你贴到 用真拿去贴到56% 那是非常漂亮的 那一般的吸收破碼 只有38% 这个是可以计算 大家可以 可以面对面拿出来讲的 这是有理论根据的 但是这样讲 可能你比较不能够体会 但是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你就可以体会更清楚了 这个体会的方式就是说 好 我们把透明玻璃当作百分之百 就是一啦 如果你贴了一般的 就是吸热膜的时候 它同样的电背 其实你有同样电背 你其实是开窗 可以开百分之多百分之六十 这样子 你的耗电量是相同的 可是你如果真的使用到 真的很很好的防满膜 它是可以到225% 就是两倍多 就是你开两倍窗户 那个热源是居然跟是一般相同的 这就是让大家考虑说 原来有这样的差异性 所以它的总的热辐射 热的就是RHG 就是热 总的热辐射 热传导 在里面就是总体的热 总热传导量 是从呢 这样的数字 从660 一直降到多少呢 降到140几 这真的是不简单 降到很高了 78%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H50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在指的这个产品呢 它是将660的热源呢 是降到呢 660热源一直降 降到多少呢 降到285 这两个这是H50 它就可以降到57% 这相当不错啦 就是你想想看 我的热源在跟你比较起来 我把它热减少掉57% 跟你原来是百分 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减少 你是没有减少 我们是零 但是我可以减少57% 那就真的不简单 这个热源真的是不见 那像这样的产品 就叫做红外线反射膜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说 既然要了解 所以说 我们才会谈到这么深 或许有点深入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是开放 跟大家一起辩论的 这次热源 是不是 在玻璃上 是一个重点 那玻璃是不是 用可见光的部分呢 我们不要让它反射 因为它是一个光害 它的还是保持透明 让光线穿透 让室内可以更好的一个照明 可是呢 我们讲红外线的部分 它就是要 用红外线的部分呢 做反射 直外线反射 让这个热源不要在玻璃上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好 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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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